来关注一下美朝方面 朝鲜外务省发言人26号发表谈话 批评美国坚持对朝敌视政策 强调朝鲜不会屈服于美国的制裁施压 同一天韩国总统文在寅表示 目前朝鲜半岛和平进程并非处于停滞状态 对话以及推动对话的努力 对半岛和平进程都至关重要 据朝鲜中央通讯社报道 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当天说 美国近期对朝鲜有一些敌对做法和言论 包括在贩卖人口报告和国际宗教自由报告中 严重诋毁朝鲜 以及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近日渲染 对朝制裁对朝鲜经济的影响等 这是对朝美领导人新加坡会晤 联合声明的正面挑战 对朝敌对行为达到顶峰 发言人还说 只要对朝敌视深入骨髓的政策制定者 摆弄美国政治 朝美关系改善 朝鲜半岛无核化也就难以实现 同一天 韩国总统文在寅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目前半岛和平进程并未陷入停滞 而只是步伐放缓 文在寅说 实现半岛完全无核化 以及构建永久和平机制 不可能一蹴而就 他强调 以对话增进互信的重要意义 并说 朝美领导人的对话意愿均没有消退 两人进行了书信往来 同时 朝美也正在就双方领导人第三次会晤进行沟通 文在寅指出 除朝美对话外 其他双边或多边对话也有助于增强互信 继而推动对话进程 他还说 中国 俄罗斯等方面就和平解决半岛问题 持续发挥着建设性作用 就中国领导人不久前对朝鲜进行的国事访问 文在寅表示 这次访问将为半岛和平进程注入新的动力 期待此访为推动半岛对话带来转折点 文在寅指出